清朝有两名相同封号的贵妃,一位是创造前中帝后妃长寿之冠的婉贵妃臣氏,他活了九十二岁,另一位是玄丰皇帝的婉贵妃所绰罗氏,他使贤中皇帝继位后,新选第一位后宫妃子, 贤丰帝是清朝最后一位掌握十权的皇帝,同时,也是清朝比较有名的好色君王,贤丰元年1851年,紫禁城举办了新帝登基后的第一次内务府宫女选拔,内务府包衣出身的索绰罗氏,在众多的宫女候选人中脱颖而出,被贤丰帝看中,直接封为婉长载,并定于第二年入宫, 而当时还未进行外八旗选秀,因此,索绰罗氏,变成了贤丰继位后所纳的第一位妃子。 这个索绰罗氏出自清朝有名的内务府世家,家族以科举文明于是,出了不少的学霸,有四十五汉林的美誉。 她的先辈一直在朝为官,她的孤祖母是乾隆帝的瑞贵人,她是贤丰元年,唯一由宫女选拔风飞的女子,可以推测,受到家庭文化气息熏陶的索绰罗氏,一定是才冒双全的女子。 此,咸丰帝在前邸时只有两名妻妾,且都是由道光帝作主挑选的,一位是孝德显皇后早逝,另一位是武家氏,及后来的云贫。 因此,玄丰二年1852年,就开始外八旗选秀,以充实后宫,索绰罗氏与新入选的秀女,同年进宫时,她被禁封为婉贵人,咸丰四年1854年,索绰罗氏被禁声为婉贫,也就是说,索绰罗氏在咸丰初期也是比较受冲的,然而,她一直未能给皇帝待遇子嗣, 而新人,又不断地涌入后宫,没有故宠资本的索绰罗氏,中咸丰一朝,再也没能获得禁封。 而与她同年入宫的兰贵人,一赫纳拉氏,此起,就不一样了,一贫在咸丰六年1856年,为咸丰帝生下了皇子,无以资贵,先后被禁封为一妃和一贵妃,稳作后宫第二把交易。 不过,咸丰帝去世后,慈禧和慈安两宫,皇太后垂帘听政,先后以同治帝的名义,将索绰罗氏尊封为皇考婉妃和皇考婉贵妃。 光绪二十年1894年,索绰罗氏并是与子进城,享年六十岁,值得一提的是,这一年,也是慈禧的六十大寿之年。